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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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早安 早安 你要跟年輕人的話有打招呼嗎 趕快先分享 等一下會讓他開始了 我好手忙腳亂 密碼密碼 密碼密碼是什麼 什麼密碼 你媽媽的香密碼 密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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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流血吧 我覺得很像這首我都很手忙腳亂 好像 有健康的身體 才有健康的生活 好善啊 我來看一唱 明陽寇 專業醫師線上聽診 讓你與健康零距離 今天時間十一點零七分 歡迎收聽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早上十一點到十二點的 明陽課節目 我是詩瑋 在我們今天早上的節目當中呢 邀請到的是 好久不見了好朋友 欸你上次來是 七月那個做什麼 其實還沒選舉就對了 不是 三伏 三十號了 這麼久嗎 你看 我們邀請到的是 康華中醫診所的院長張嘉培醫師 醫生你好 大家好 醫生我們可能要靠麥克風 近一點點 對對對 好 那個醫生呢 很會治病 但是他不太會用臉書分享 事實在弄 對 所以現在我們製作人 正蹲在地上幫他弄 真是不好意思喔 抱歉抱歉 我老人家了 我老人家了 好 要跟大家講一下呢 我們今天的明陽課節目呢 是有現場直播的 非常歡迎大家呢 可以上臉書 來搜尋News98官方粉絲團 就可以看得到 美麗的張嘉培醫師 要來告訴大家說 冬天如何要好好的養生 好 所以呢 歡迎大家上臉書 來搜尋News98官方粉絲團 就可以看得到 詩尾還有 張嘉培醫師了 今天你來我就可以休息了 真的嗎 這已經是我這禮拜 直播的第三場了 真的喔 真的真的 好來 現在都好可憐喔 什麼都好累喔 我覺得好累好累好累 沒有沒有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真的嗎 可以跟聽眾直接互動啊 所以非常歡迎您可以上臉書 搜尋News98官方粉絲團 看到線信 欸有現在線上已經有 欸才二十幾個人 人多一點好不好 真的喔 快點啊 不要上班了 直接開臉書 你這樣好像第四台購物欸 等一下 等一下如果沒有工作 也不要來找我 好 我們要講到正式呢 要來跟聽眾朋友呢 聊到的是有關於今天的主題了 嗯 今天我們要講到呢 是有關於冬天的養生 冬天要怎麼樣養生呢 很多人冬天的時候 很容易會手腳冰冷 或者是呢 你習慣要進補 比如說你喜歡吃薑母鴨啦 喜歡吃麻油雞 嗯 對不對 然後喜歡吃羊肉乳 嗯 然後呢還有些人會吃什麼 麻油鴨花 喔 我的愛 我的愛 欸可是為什麼最近有中醫師 你來幫我把一下賣好了 最近中醫師說叫我什麼都不要補欸 嗯 所以我令冬什麼都沒吃 我們冬天的話最好 就我們說這 這其實是古人的諺語啦 嗯 就是冬三月 就是所有的 不管是哪一個啦 豬啊 雞啊 羊的妖子都不要吃 蛤什麼東西 你這時候吃 豬 就是動物的妖子 動物的腎 嗯 這原因是因為呢 其實 那我們吃的麻油豬花 那是豬的妖子 對豬的妖子 那其實中醫是不建議吃的 只有腎這種東西不建議吃 就是 就是妖子啊 就妖子 對就妖子建議吃 那我之前吃的是 會怎樣吃 會怎樣 因為其實我們說 妖子是比較好氣一點點的東西 嗯 所以如果說你在冬天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要補內臟 嗯 那一般來講說 那以形補形啊 對啊 吃腎補腎啊 對 可是其實這個年 這個季節要補腎是沒有錯 可是實際上呢 我們現在呢 不是要用吃妖子來補腎 而是我們要吃 對腎好的東西來補腎這樣子 所以不是吃麻油腰子 麻油豬花補腎 對 而是要吃其他東西來補腎 其實要吃高脂肪類的東西 高脂肪類比如說我們吃 欸 肥內 可是其實你澱粉質不要吃太多啊 不要吃一些那個加工製品就好啦 欸欸欸 你告訴我什麼叫做高脂肪類低澱粉類的食物 可以來補腎 肉的東西 比如說像中醫來講 嗯 其實冬天最好的話就是吃所謂的羊肉 羊肉是補腥 那為什麼要吃這種東西 其實我們是要補一些 讓我們能夠抵抗力比較好的東西 嗯 因為這個時候我們的血 全部都到我們身體裡面去了 是 那會天氣冷嘛 對天氣冷 那如果你現在 在吃一些比較發的東西 嗯 比如說像腰花啊 比如說像韭菜啊 嗯 比如說如果說你晚上又吃蔥薑蒜的話 是 你就會覺得說欸 我好像開始微微出汗了 出了汗以後第二天早上就覺得 欸不不太對勁了 好像怪怪的 喉嚨怪怪的 噢你的意思是說出汗了之後 讓你的毛細孔打開 打開反而寒氣會進來 一吹到風反而寒氣會進來 所以這時候我們不要吃發的東西 意思就是說 蔥薑蒜 蒜 都不要吃 盡量呢 比如說在天氣比較暖一點的時候吃 嗯 那這個時候 那個呢 薑母鴨的薑呢 薑母鴨 對啊其實薑母鴨它其實 因為它有有薑有這些東西 其實都不太適合晚上吃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中午吃 白天吃 對白天吃OK 那晚上你吃羊肉爐的話 其實我也覺得還好 因為羊肉爐它比較沒有蔥薑 所以它比較多的是花椒 嗯 好這些東西 那吃那個麻辣鍋也是可以 但這些東西都沒有太健康啦 哈哈哈哈 欸說的喔 因為太鹹了啦 太鹹 生意不好來找它不要來找我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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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會吃啊我也會吃啊 但太鹹了 嗯 主要是因為它太鹹了 它那個湯頭都太鹹了 我吃麻辣鍋 我個人自己吃麻辣鍋 我是屬於 那個蒜那個肉對不對 但是我是完全不沾醬的 那你會有加青菜嗎 加蔥 就加蔥啊 嗯蔥啊 對然後 那青菜呢白菜啊 或是什麼青江菜這些呢 不喜歡 因為那個菜上面會浮著油啊 對對對 所以我也不喜歡 可是一般來講 我們為什麼會說這些鍋品的東西 覺得不是很健康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它的那個 營養不太均衡 嗯 它大概就是高蛋白質 那高油脂高鹽 嗯 就高鹽份其實就對身體的傷害就比較大 嗯 那我們在冬天的話血管比較收縮 嗯 那你高鹽份的話你的水分又會比較多一點 嗯 所以就會有很多一些心血管疾病 好 所以同癢來講 請問醫師 剛剛說這個 到底冬天可不可以進步 我現在只聽到晚上不要吃蔥薑蒜 對 然後吃豬花麻油豬花 腰子的都不要吃 腎臟不要吃 無法 肾脏是无法以形补形的 所以你要吃其他东西来补肾 那还有其他的是 其实我们可以吃所谓的优质蛋白质 优质蛋白质反正就是 就是所谓的肉类 羊肉可以吃 对羊肉 对这个时候猪肉其实也都没有问题 这样子 这都是优质蛋白质 对优质蛋白质 鱼也是最好的方法这样子 那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吃一点点 比较高的油脂 其实我们在冬天的饮食 就翻译成现代的话来讲 就是比较像所谓的生酮饮食 对生酮饮食的话 因为我们油脂比较高一点点 那蛋白质是重量 而且是主要以优质蛋白为质为主 那所谓的那个烫水化合物 尽量少一点点 那可是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补充像萝卜这种东西 萝卜 对对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前面 你说是白萝卜还是红萝卜 因为现在冬天正是萝卜盛产的季节 对对对对 可是萝卜不是凉的吗 对因为我们前面吃太多热的 这前提当然是前面吃很多热的啦 对对对 所以你要吃前面都不吃 你就说啊 我只有从这里开始听 听到萝卜 那也不是对的 那你吃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哎怎么好像鼻水特别多这样 所以等一下啦 有人网络上有种流程说 那个凉的东西 用热的煮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比如说 你萝卜本性是凉的啊 那是我煮成热的萝卜汤啊 没有那不一样的不一样 有的人就说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就冰块 冰块煮了就没有它的良性了 那其实萝卜煮了以后还是热性的 它还是良性的 它不会因为这样变热性的 就像就像你不可能说羊肉把它冰到冰箱 然后拿出来它就变良性 应该是不会有这种事情这样子 OK 对对 所以如果说呢 你冬天吃了太多燥热的东西的话 请大家记得 这个时间最适合的就是白萝卜 萝卜盾 对 萝卜盾 高雄的萝卜 现在很红 高雄的萝卜现在很红 对对对 我错过什么梗了吗 没错吧 白玉萝卜 白玉萝卜 我有吃过耶 真的好好吃哦 而且它的皮不要剥 你们说的真的是名产 还是我错过一个什么消化的梗 不是消化的梗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白玉萝卜就对了 它小小的 对高雄 对高雄很好吃 而且除此之外 它的皮不用剥 你不用把它削皮 皮不用削皮吗 不用削好好吃哦 你把它洗干净 然后因为它都不大条 它大概手背这样子 这样子小小条 对然后你就把它切块 它煮了以后真的很好吃 不会有那个萝卜的那个 我不会讲那种味道 欣欣的 韩国瑜市长请赴我们宣传广告 对 来自高雄的对不对 高雄的白玉萝卜 但我苦瓜还 就是只有高雄有而已是不是 对对对 那很好吃 我还不知道啊 你看我可以 有韩粉送我 可见我都没有在那个菜市场买菜 对 好你知道吗 这个在冬天 十大呢 进补必吃的养生料理呢 第一名大家最爱的呢 是羊肉炉 然后之后呢 姜母鸭羊肉炉 当归鸭 还有像什么四神汤 四污汤等等这一些 都是可以吃的 但是呢 请记得要寒热 寒冷之间 要去稍微的做一些的调节 而且如果你有八大疾病 所谓八大疾病 慢性疾病的话 比如说你肾脏本来就有问题了 那当然这个都不能吃 那如果说你有高血压的话 你有糖尿病 那这些东西你都必须要小心吃 这样 小心吃的意思是要怎么吃 比如说你是 你是糖尿病的病人的话 你的这些锅物啊 或什么 你就不能配大量的 比如说淀粉类啊 比如我们吃 吃麻辣锅都觉得辣 就想吃一点饭啊 那你自己就要小心 不可以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高血压的话 这些都太咸了 这太咸就不能吃 对 其实那个像这些锅物类的东西 它的汤其实里面的盐分 都还蛮高的 喝的时候很愉快 但是喝完之后 你血压就飙高了 对对对 如果甲离子啊 钠离子都非常高 超飙 那那个医师啊 可不可以心情好 告诉我们一些可以吃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适量 你刚刚没有说高油脂 所以高油脂就是 优质蛋白质吗 对高油脂 然后优质蛋白质 这其实是可以的 但你不能 不能因为听到这句话以后 就天天吃这样子 那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吃的东西呢 那其实我们这时候 辛香料是 除了葱姜蒜之外的 比如说像花椒啊 然后这些 花椒不就麻辣 麻辣锅里面的 对对 那都可以吃 那可以把它捞起来吃啊 不是 就是可以放在里面吃 捞起来 应该蛮难吃的 好啦 就花椒啦 八角啦 都是可以吃的啦 还有呢 那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进食的时候 食物的时候 要记得 就是除了我们吃的这些肉类之外 还有就是青菜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吃大量的蔬菜 来去做一个平衡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OK好 我觉得 因为我一边在 我一边在主持节目 一边在看网友的那个反应 你们也太直接了吧 因为我们今天呢 你们Uncle节目呢 有在News98的粉丝团上面 做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上脸书 看News98官方粉丝团 不是 居然有人说 听了你节目听半年 一直以为你是个老太太 拜托 我谁这么的 干嘛一直这样 我想说 你们会不会太过分了一些 对啊 怎么会老太太 你们是这么的优雅 自己都觉得 自己就觉得不好意思 好 OK 好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要聊的主题 好 那另外有一些人呢 他冬天是比较容易手脚冰冷的 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属于冬天 容易手脚冰冷的人 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 可以来做改善 其实手脚冰冷 冬天一定会手脚偏比较冷 我们现在主要是把我们的 所谓的就是中央 中央驱赶 就是Central Coal 把它保暖好就好了 那第一个就是手脚冰冷 你会不会觉得冷 有的人他手脚冰冷 他会觉得冷 而且他会流鼻水打喷嚏 那就表示他是属于虚寒体质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能吃一些 比较温热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鸡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因为鸡它让我们身体的 复原力会比较好一些 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说 吃东西都要带一点点油脂 是 对可能会比较好 那我们在 在我就是这个几年的 医学就行医的经验呢 有一些就是想要做妈妈的人 他们呢可能就是太着重于 某些规则 就他饮食吃的太 太强迫症这样子 可是实际上我们如果要怀孕 这些东西 我们是要吃一点点油 有一点点油脂的东西 要怀孕的人 多吃一点有油脂的东西 那这个是 比如说 我不是说你一定 就一定要吃肉 没有这回事 有的人吃素 他也是可以怀孕 这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是讲说 这性荷尔蒙 这些东西都是跟油脂有关系 所以呢 比如说像 坚果类是一个 不是 有的人体脂肪太低 会比较不容易怀孕 这样子 大概20以下就比较不容易怀孕 我远远超过很多 但所以去讲到另外一面 就是有一些小女生 她太胖了 她太胖的话 她就会容易性早熟 所以就是这样子 就一体的两面 所以如果你想要怀孕的话 多吃一些坚果类 是不错的选择 还有就是我们吃食物的原型 有一些妈妈她们要怀孕 她们可能会看到油脂 觉得很害怕 然后就吃一些 吃一些 看起来不像食物的健康食物 什么意思 健康食品 对 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 那些微量的元素是要补充 但是食物一定不能忘记 你的意思是说 不要只有光吞维他命而已 对 还是要吃食物的原型 对 你不要说 因为有的人他怕肉的味道 结果他跑去吃 比如说肉丸 那就不对了 OK好 所以这个是 想要受孕的人 就还是要多吃一点 有脂肪的东西 有脂肪的东西 优质的脂肪 但是另外一个 我比较想要问的是 那整个的冬天 你比如说要改善 手脚冰冷的这个部分 你还没有讲到 对对 手脚冰冷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 第一个我们刚刚所谓说的 油脂就是这样子来的 因为其实这个油脂 是可以这样子 就是它 它是最大的能量的来源 要身体有燃烧的热量 对对对 所以说 其实像这个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吃比较深色的东西 深色的东西 包含比如说 我们像黑木耳啊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 那个栗子 还有 糖草栗子的栗子吗 对对对 其实栗子煮鸡也很好吃 真的真的 还有老人家 其实都可以多吃一些 那个坚果类 比如说核桃啊 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这样子 那我们看栗子 栗子就很像我们大脑的表皮这样子 核桃啦 核桃也像 栗子也像 栗子你拨开来 里面真的有像 它就是一横一横一横的 所以栗子跟核桃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 对 补肾补脑 它是补肾的 补肾补肾补脑 我可以问一下 男生补肾听说可以是有助于性功能的改善 然后女生补肾是可以有助于什么 也是性 不是不是啊 其实补肾呢 肾是主脑主生殖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你就插上去 比如说像我 像我像我 我就插上去 比如说 我小孩子的联络部十天都没有签 我已经忘记这件事 没有啦 没有 这样 开玩笑 记忆断片是不是 记忆断片 或者是说 我明明记得 我都没有签 我打开 怎么每个都有签 难道是他们帮我签呢 没有不是 是因为这个记忆力不好 那这个时候就要补肾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他会记忆断片 其实你仔细问一下 他可能呢 饮食之中他会很害怕吃到油脂这件东西 但油脂不是说不吃 不是不是说叫你大量吃这样子 那也不好 我们可能吃的方式就是说 你不要害怕他 你越害怕他 那你身上的油脂越少 尤其我们大脑 所谓脂质双层 他也是脂肪类 他也是需要油脂来做补充的 所以比如说 适时的吃一些坚果类的东西 核桃啊 腰果啦 甚至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栗子 也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要记得哦 栗子其实本身是偏糖的 而且它是淀粉类的东西 我还知道特别的提醒 因为我很爱吃栗子 但是每次吃完栗子 我都感觉很热 他其实 他其实吃完会是色 色色的 因为他热 太燥 太燥了 对对对 太燥了 所以你还是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东西都是属于适当适可就好了 对对对 好 这点非常的重要 那冬天怎么睡 怎么生活作息 养生作息 冬天是最好的啊 冬天最适合我的作息 就是早睡晚期 早睡 真的 可是这是真的 早睡晚期是最好的 对对对 早睡晚期 就是你一定要早一点睡 甚至 甚至有一说 就是说你一定要11点 以前就要睡着 为什么 对因为其实那个就是走到我们所谓的胆经啦 那胆经接下来就到肝经这样子 如果你常常不睡觉 这个肝跟西医的肝跟肝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这是我们讲的是中医的 对可是 可是你如果常常不睡 最后你的肝也是真的会发生问题 对啊 你如果常常 太熬夜 对熬夜啊 然后 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打电动啊 干嘛的 然后就不睡觉 对啊 那所以这个是不好 那甚至呢 你很多人都会发现说 其实我好像熬夜了几天之后 我开始就出现 好像不太舒服的感觉 什么几天 我一天就不行了 我那天开票的时候 看到凌晨三点钟 我那天整个人都觉得超恍神 我到礼拜一还没有办法回复耶 你知道吗 对啊 所以下次可不可以不要开票 不要开票吗 不行不行 一定要开票 不是说 开票可以早点结 是不是不要开到那么晚 开到就是又不敢睡 然后又想要知道结果 不会啦 四年才一次还好啦 没有啊 接下来就两年后了 两年后又要 对 总统大选 所以冬天的时候呢 请大家记得 冬天呢 最适合的就是要早睡晚起 而且最好是十一点就可以睡早了 不是十一点才要去睡 而是十一点就已经躺平 睡早了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啦 虽然我觉得大家都常吃晚餐 吃很晚 要十一点睡 有点难 好 另外呢 比如说像冬天有人习惯泡脚 泡脚养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吗 或泡汤 对 可是就是这个 促进血液循环 对 这个其实是不错 但是就是因为泡汤 还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你如果泡汤之后 开始有微微发汗的时候 你就保暖就必须要注意了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们泡汤可能泡脚 之外其实我们要多去晒背 晒背 不是背子 是我们的背 你说晒背部啊 对 晒背部 因为背部其实是我们所谓的人体的输血 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地下水沟的那个人孔盖的地方 我们的很多脏气都从那边出来 那如果我们这样子晒的话 其实对我们身体的保暖 还有我们所谓里面的脏气的温暖 是有它的作用这样子 嗯 了解 好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是 像今天外面天气非常非常的好 对不对 你不用特别 就是你知道背开那个背部去晒 又不是到海边 你不需要特别做这件事 但是就是你可以去晒一下你的那个太阳 然后让你的身体可以多 让暖和起来 暖和一些 这是好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像刚刚我们所讲的泡澡 泡温泉 脚泡温泉都是好的 但有心脏疾病的人可能就是要特别的留意啦 对要小心 还有老人家的行动啦 我觉得行动如果不是那么方便 你进出水池的时候其实都要小心 嗯嗯 哎你刚刚说男生补肾是补那个 头脑 头脑脑力 对还有体力 体力 比较不会容易感冒 女生也是吗 女生也是对都一样 哦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补肾的方法的话 呃就是 一体实用 大家男女都一样 只是因为我男生的可能 的结构不太一样 嗯 结构不太一样而已 嗯 对对 可是其实补的东西都一样 所以我们再次重复跟大家讲一下 要补哪一些东西 啊比如说我们深色的食物 然后坚果类 坚果 坚果类还有那个黑 黑 你刚刚讲那个黑什么 黑 黑吃吗不是 黑什么 黑 黑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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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色食物 所以深色食物包含我们所谓的 比如说比较深色 比较红肉这些 比如说羊肉啊 牛肉啊 这些但如果说有些素食的朋友 他并不吃肉的话 其实紫米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 哦 紫米粥 可是它不是很甜吗 哎 其实不会啦 其实你不要加糖 不是 你自己煮的话不会啊 对啊 外面吃的话都还是蛮会的 你不要加糖不会甜 紫米本身 没有 不太甜的 所以深色食物 还有油脂类的东西 都是对你的肾脏是好的 对对 还有坚果类 那当然坚果类 有一些人他会比较脏 嗯 那他他可能就是对我们所谓的 Omega 6这个东西比较 比较敏感 那他就比较 比如说有些他吃了比较多的坚果 他就比较长痘痘啊 这些 OK 对 所以比如说像花生的话是可以吃 但不要吃太多 一发啊 嗯 它很容易发 对对对 好 哎 我想问一下你今天带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跟大家来做一下介绍好不好 这是熏奇的东西 这是熏奇 嗯 你是放在肚子上熏奇的那个吗 这个是放在肚子上熏奇 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冬天补肾很重要 那这一颗是 这一颗是 这一颗才是所谓的那个爱酒这样子 啊 这是爱酒 这是爱酒 对啊 那这个呢 它的好处是因为它的那个安全高度够高 以前常常 不会到肚子是不是 对不会烧到 对以前常常就是会烧到这样子 会会起水泡这样子 那这是怎样 这是放在肚子上面烧 对这一面是接触肚子这样子烧 那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做背面的 背面的肾酒 就是命门酒这样子 你是说躺平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 哦这样子也可以补肾啊 对对 补肾就命门酒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这一颗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这一颗 你刚才说叫爱草 可是它把它压得比较平实 所以它烟没有那么大而已 那 所以你说烧的时候烟味很多是不是 烟不会很大 旧的话烟很大 那新的不会 新的就还好 那它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暖和我们的身体 那很多人他可能睡不好 是属于虚寒型的睡不好 就他一要睡觉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全身很冷 然后甚至呢很想要就是穿个袜子才能睡觉 是 那这个熏完以后回去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哇 我觉得我好舒服 身体暖和和的 然后就睡着了这样子 这其实各大中医诊所通常都有 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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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个是小型版 mini版的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呢是对于某个特定的穴位 嗯 比如说像有些人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吃东西 吃的觉得很 很很很腻 嗯 然后觉得好像都消化不良 那这个呢 可以用来比如说 揪中管穴 中管穴就是我们肚脐上面 嗯 就是下面可能是胃的那个中管穴 是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揪足三里 它是对特定穴位 嗯 那因为它这个是可以撕开的 嗯 撕开对特定穴位这样子压下去 你就把它粘下去 粘下去 对 那它也还好 因为它的那个高度也算够高 哦 它揪完之后 可能这边会觉得 黄黄的 黄黄的 因为它是那个药材的 也不是药材 就是爱酒的关系 嗯 所以里面会黄黄的 可是擦一擦就就就就没了 所以这两个最主要的功能都是在 呃 这样不晓得听众朋友看不看得到 所以这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都是在于 帮助身体暖和 对对对 然后针对特定的穴位来做 穴位循环 呃 调整 这叫什么 温灸 温灸 温灸吗 对不对 好 但是呃 这个呢 请听众朋友不要来问我们说 要去哪里找各大中医诊所 通通都有 就像各大中医诊所都有 在帮人家刮纱 拔罐 三福贴 通通都有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说 冬天可以靠这种方式来稍微的改善一下 你手脚冰冷 或者是哪里特别的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有一些老人 因为他们心脏可能没有那么那么有力气 嗯 所以他们循环很差 他甚至会觉得说我一躺下去 我就平常还好 嗯 可是我一躺下去 我一晚上要睡觉 我可能尿量就非常大 对 那那个呢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还有老人家就记得 你要在厕所和厕所和你的那个睡觉的地方 中间的过程 你一定要放一杯水 嗯 为什么呢 为什么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都会出现一些 就是 就是 心血管的疾病 嗯 就是我们身体摄取水分的量太少了 哦 血管太扁了 所以你是说多放一杯水 一杯水 就等于你少完便之后要喝一口水再回去睡觉 哦 OK 因为我们回流太少 我们站着的时候回流很难 嗯 一坐的时候全部水 水分都可以回流 然后都变尿液出去 那水是变大量的脱水 是 好 啊 我们这些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是康华中医诊所的院长张家培医师 跟我们听众朋友呢 聊聊有关于一些冬天养生方面的问题 哦 呃 呃我们这边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明阳客的节目现场 来 开镜头 下 哎 我来看一下大家写什么 嗯 是有人说我假睫毛太长是不是 不好意思我是工作用 哈哈哈哈 来看看我们的分享也成功了 嗯 嗯 你这样离我这么近就觉得我假睫毛不舒服吗 不好意思啊 我假睫毛是工作用 因为主持记者会所以要比较明显一点点 如果必须晚睡有什么不 嗯 必须晚睡 有零七的电话 喂 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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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定话型喷头 满满产色列印 比同吉他牌速度快三倍 而且列印不降速 喷头不堵塞 嗯 这速度 快又有效率 为您成功设下 Epson 2018台湾医疗科技展 全台顶 高雄游击来电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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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 为什么老太太才有说服力呢 没关系 下午都被说长睫毛夸张 哈哈 不舒服 没有啊 谢谢大家的指照 感谢 感谢 对对对 嗯 中药可以吃白玉萝卜吗 哦 中药就不可以一起吃 不能同时吃 啊 但是其实中药的话就要看 如果你只有 你有开到人生的话 就不可以吃萝卜 如果没有开到人生的话 是没有问题 这样子 哇 今天的大家都 力道很强耶 说话力道很强 对啊 吓坏我 对对对 嗯 大家有几个问题 等会来了 好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帮我们分享出去 希望大家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呢 都可以好好的养生 欢迎大家帮我们按赞 或者是留言了 感谢大家 好 现在时间11点35分 欢迎回到明洋客节目现场 我是诗伟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是康华中医诊所的院长张家培医师 跟听众朋友呢 聊聊各种有关于中医方面的问题 告诉大家冬季的时候可以如何的养生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 可以扣运进来 我们的扣运针线是83693398 83693398 欢迎各种有关于中医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请教张家培医师 一边呢 在请教张家培医师的时候呢 一边也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一则非常棒的好消息了 也就是呢 在今天的晚上呢 有一场讲座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参加咯 这是今天晚上的7点钟 到晚上的8点半 在好心肝基金会呢 公园路30-1号B1 也就是台大医院 台大捷运站那边呢 有一场讲座 这是由台大的 明玉教授呢 台大医学院的明玉教授 杨佩明教授 也是肝病防治基金会的执行长 杨佩明教授呢 跟听众朋友分享 如何远离肝苦 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些保肝知识 这个肝跟中医的肝就不一样啦 这个真的就是肝脏的肝脏 肝病肝癌肝瘍 我们这养生应该都是一样啦 对 所以不要欢迎听众朋友呢 今天晚上的时候 欢迎你一起来参加讲座 这场讲座是完完全全免费的 那现在呢 要请你事先先来报名了 请你拨打电话 0800-000-583 0800-000-583 完全免费的健康讲座 十位也会到现场 那非常欢迎大家呢 可以打电话报名 如果现在正在战线当中的话 晚一点再打也是OK的 那一边接听 听众朋友的电话 林太太你好 林太太 你好 嗨 请说 我是好 就是会手脚兵的 然后 就是我要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是不是喝茶会头痛 喝多一点我会睡不着 然后会头痛 然后第二个是 为什么一吹风 就头很容易痛 我也是耶 我最近也是耶 我到冬天 几乎都要戴帽子 真的 我那羽绒衣都想要把帽子盖起来 对啊 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头风 可是我以前年轻不会耶 没有可能就是因为 其实 其实这应该 你现在你也很年轻啊 其实 其实这个 就我们可以这样讲说 其实头风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颈部 这个地方其实是要保暖的 颈部到头部需要保暖 那很多人他就这个地方 他不太了解这样 他可能呢 就是 比如说他吃了热的东西 他马上就出去 那这个就很容易 就会残存 我们所谓的病根在里面 这样子 吃热的东西 对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在前面的 马上出门 就是有流汗的情况 哦 那个 吃热的东西 然后发汗 然后毛细口打开 你又出门 又吹风 你就会不舒服 那刚刚林泰讲说 那个喝茶的时候头痛 那其实茶有两个小小的事情 就是 也不能讲问题啦 事情 第一个就是茶本身 是属于比较良性的东西 那良性的东西呢 本来就会让我们的胃 比较寒冷这样子 胃寒的话 就比如说像眉领骨这样子 眉毛这个地方 就比较容易会痛 这样子 还有头顶也会痛 我也是 对 这就是所谓的胃寒 所以我常常痛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很痛 对啊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因为茶它会脱水 脱水我们的血管 就会扁扁的 扁扁的时候 那那个血液 在经过的过程之中 就会痛痛 所以你意思是说 如果要喝茶的话 或喝咖啡 请大家也记得 要适时的补充水分 也不要补充水分 因为其实那个是脱水的 很多人都说 我减肥 我们说减肥一定要喝 喝体重乘以30公斤 30cc的水这样子 对那很多人就讲说 我喝咖啡就够啦 可是没有 可是咖啡是脱水 那个其实没有把它补进去 那是把水拖出来 所以我是标准配备 黑咖啡加水 是标准配备就对了 喝茶会喝咖啡 都请记得要补充水分 陈小姐你好 陈小姐 喂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主持人周医师你们好 那我想请问那个 因为小朋友大概20岁吧 20几岁 21岁了 他因为那个胸部发育不好 那周医师给他吃那个什么 通乳丸 我在想说通乳丸可以让那个胸部up up吗 通乳丸啊 对啊 适合吃这个东西吗 通乳丸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东西 谁开给你的 你说中医师吗 中医师 应该合格的中医师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应该就是他所谓通乳丸只是整个名称而已啦 其实他不要讲通乳丸 他讲肩挺丸也可以这样子啊 对那那当然我们说乳房的问题呢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乳房这个这个这个整体来讲 他是属于胃的 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你当然你乳房就不会不会看起来这么大 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属于肝筋的熏形的位置 所以你有些人他就是觉得郁郁寡欢心情不好的那种人 他的乳房也不会太好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补胃调胃气 然后呢调肝气这样子 那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就是帮助胸部长大一点 但你说比如说A变成D 我觉得那应该是不太有可能的 但小A可以变大A这样子吗 到B应该也是可以的这样子 OK好 但是那个通乳丸是什么 如果你青少年的话那当然就没有问题 那当然就无限的无限的那个 通乳丸的话那要问那要问开的医生 对因为我们不晓得那个里面的成本是什么 对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的可以持续扣印进来 扣印证限是83693398 83693398 我看到网路上呢 欢迎大家呢可以上脸书啊 我们搜寻脸书上面搜寻news98官方粉丝团 就可以看得到那个诗伟还有江家裴医师 然后呢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名音uncle的现场直播 有人问说我有没有去打美白针 我没有打美白针 因为因为我太黑 因为光比我比较近 如果你想要一秒边白就找黑的人站在你旁边 大家大家没有看到是我旁边有一盏超大的光 我从小到大都很黑 以至于人家都误认为说我的体育很好 我根本我体育非常懒 刚刚刚刚刚有人说 刚刚有人说如果 晚睡怎么办 如果还是必须要晚睡的话 就是他不得比如说他只晚班嘛 大夜班小夜班的话 那有什么补救的方式吗 那我们就是晚上的话是补阴 阴份阴阳的阴这样子 那阴阳的阴的话其实就是深绿色蔬菜 那如果你必须要晚睡 你晚餐这一餐 你就必须要有到三到四种的深绿色蔬菜这样子 所以会对你身体的那种虚火会比较好一些 OK好 不用调光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已经 我OK 曝光到一百度了没关系 王小姐你好 王小姐 你好 你好 我刚请教一下 因为我女儿二十几岁 她每次月经来的时候 就会那个腰跟那个脚 就会算到非常的不舒服 那我 就是月经完之后 她就自然就好了 是 那我想要请教医师是说 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那个 比如说饮食方法还是怎么样 可以让她来的时候 那个酸不会 不会那么 请问一下她大概 那个几公分 她体重多重 体重大概四十八 然后大概一百 一百五十八公分 OKOKOK 其实这个大概就是 体型应该还好啦 比如有些人她就特别的 容易那个腰酸的人 大概就月经前腰酸的人 大概体型都是比较属于瘦的人 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 就这个为什么会腰脚酸 大概就因为我们子宫是悬吊的器官 她有六条韧带在那边吊着她 这样子 那吊着她 她月经前一定是最重 因为她内膜增厚的关系 你的意思是说 当那个子宫变重的时候 往下坠的时候 对啊 那我们六条韧带会往下拉 她重那我腰就会酸 腰会酸脚当然就会也会酸这样子 我倒是不会有腰酸的感觉 但是我会有那个下坠感的感觉 对啊 就是比较沉重的感觉 所以那是正常的 对对那正常的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要适度的把这个水分排出去一些 那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喝一点 比如温热的牛奶啊 然后淀粉质不要吃太多 然后不要吃太咸这样子 应该会有改善 温热的牛奶淀粉质不要吃太多 也不要吃太咸 对尤其是月经前一个礼拜 千万不要吃太咸的 妈妈可以炖一些比如说肚重啊 给她喝 我觉得也有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样子 OK好 我们来接下来 但不能吃腰子 不能吃腰子 不能吃麻油腰花 对啊 这个季节啊 OK好 黄太太你好 黄太太 哈喽 你好 你好 请说 两位好 我想问一下 我妈妈86岁 然后呢 她手脚 尤其是脚非常的冰冷 睡觉的时候常常穿袜子也穿不暖 然后呢 她 我曾建议她泡脚 可是呢 她泡一泡脚之后 她的脚掌说会水肿 然后有时候走路走太久 也会脚水肿 那请问一下 她就不敢再泡脚 那这样子的话 而且她脚水肿是右脚 单脚的脚掌水肿 嗯 那请问一下这样子的话怎么办 因为我也叫她把脚抬高 放平 摸下的时候这样子 可是好像都常常时好时坏 那不晓得该怎么样子来改善 这个可能都要去看那个 就是心脏内科 是 要去看一下她的血管有没有阻塞 因为只有一只脚水肿的话 就要非常要小心 单脂脚的话 单侧的 对我们说 怕啦 可能也是 也许没有啦 也许是我们多心啦 这样子 但我们总是看一看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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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比较好 看看是不是会有生成静脉的问题 这样子 去看一看 那因为八十几岁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说心脏 可能比较没有力气 这样子 那我们也要看看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泡了 泡了脚以后脚会水肿 嗯 或是 长 水肿 那有可能是因为 它回流不好 你反而把所有的血液引过去就反而回流更差 所以去看一下心脏内科 对心脏 看一下心脏内科 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需要再再加强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说叫老人家来来来来来来去运动 可是这是有它的必要 其实我们老人家其实要做一点点重量训练 为什么是要其实锻炼心肺功能 因为年纪大一点点之后呢 我们心脏和肺脏的功能就会慢慢的衰退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开始运动 嗯 其实像像我觉得台北市很好 就是有运动中心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我我我住在信义区啦 那我们那个区有一个老老伯伯99岁 我还看他去打乒乓球好厉害 对啊 其实乒乓球是一个很剧烈的运动耶 是需要的 他走路啊什么的 这样子活这样子活到99岁才是快乐的 好 我们这边要先上来学习一下 新经营店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谢谢大家的留言 我们都有看到咯 对我今天妆化的比较浓 因为我晚上还要主持演讲 呃 电视台卖的日本养命酒 是用于糖尿病跟子宫肌瘤的患者吗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东西在 因为我们不知道那养命酒里面有什么成分 所以没有办法回答你 不好意思 对 对啊 这次澄清我没有打美白针 是旁边的灯很亮 而且我打美白针怎么可能 这里跟这里的辐射是一模一样的 是吧 这里跟这里的辐射是一样的啊 对对对 你可以大声一点回答林佑糖 是 好 然后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诶 吃中药可以吃白玉萝卜吗 白玉萝卜 萝卜的问题是 你给他大声一点 对 萝卜的问题是只有人参不能吃 如果你的中药里面没有人参 是可以吃萝卜 没有问题的 中药里面没有人参就可以吃萝卜 就可以吃萝卜 那是高雄美农的白玉萝卜是不是 对啊 高雄的白玉萝卜 好好好 要请韩国瑜市长来上节目 就是韩国瑜 韩国瑜讲错了 讲错了 他讲成白玉苦瓜 白玉苦瓜 其实是白玉萝卜 真的啊 他讲错了是不是 对对他爆红了 真的啊 很好吃耶 很好吃小小条的 不好意思我没有关心心了 身体几乎不出汗怎么办啊 运动也很少出汗 可能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水分补充的不够 哦水分补充不够是不是很少喝水 水喝多一点看一下会不会流汗 对会不会流汗 哇哇哇哇哇 他把那个什么什么养命酒的成分贴上来了 这太为难医师了 真的这只能去问厂商 没有办法问医师了 对他酒应该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应该都不好喝啦 嗯 那我记得他喝起来应该是蛮好喝的 所以他应该不只有这些啦 来了来了来了 现在时间11点49分 欢迎回到明洋客节目现场 我是诗位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是康华中医诊所的院长 张嘉培医师 跟天后朋友呢 聊到各种有关于中医方面的问题 我们今天呢特别开放网路上面的脸书的直播 同时呢还有我们现场的call in电话 call in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 欢迎听众朋友呢 任何有关于中医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请教张嘉培医师 因为呢 这是我们一个月仅有一次的中医时间 你要常常来 好好好 只要我小孩不考试我都来 他考试干我什么事啊 有啊有 妈妈会紧张一些 好啦 我会尽量早点约那个张嘉培医师 看你只有礼拜五有空啊 礼拜三也可以 礼拜三 礼拜三也可以是不是 好好好 你看我时间现场on air 奥医生 好那个 我们是有王先生是不是 王先生不好意思久等 王先生 主持人 主持人张院长好 是你好 因为我年纪大哈 夜里面常常起来小便次数比较多 这个密尿科西啊 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特别夜里面特别小便多 这是什么原因 就睡觉 你刚才讲睡觉睡下去小便多 有没有中医有没有办法 请问小便的尿量大吗 尿量不大 不大 尿量不大 就是期待次数比较多 我想起这个中医有没有办法说怎么样吃什么东西 或者注意什么东西 让小便次数少一点 其实这个可能 这个可能还是跟 因为尿量不大的情况下 可能还是跟射护腺比较有关系 这样子 那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 其实我们每天睡觉之前可能活动一下 让我们的身体运转比较好一些些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这个不起来 几乎已经大概不太有可能 还是会起来 我们看能不能起来 变只有一次就好了 这样子 那所以我建议还是就是要穿袜子这些东西 对不对 注意保暖 对注意保暖 这些东西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那至于你说要不要吃中药呢 我觉得还是要看体质啦 所以还是要让中医师去把卖 看一下那个体质上面 看一下体质是什么样 是有机会改善的啦 对对 但是你说完全 就是说跟年轻一样 完全没有 没有就没有咽尿 大概是不太有可能 不太可能的事情 好 来接下一位是红小姐 红小姐你好 是我吗 是的 你好你好 请问 御师好 请说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是我的女儿 她就是到冬天的时候 手跟脚都非常非常冷 常常自己把自己给冰醒这样子 不管像什么 我给她泡脚啦 红豆包啊什么 她都会很冷 那我想要请问 因为反正她的毛病也就是 我也说不出来 这里这样那样那样 她是不是可以用中医的 调理的方法来调理身体 那她平常有没有活动 活不活动 因为照理讲年轻人 应该不太会有手脚冰冷的问题 对 可是她就从很小 我是不知道说什么 她知道的时候 她就比较大的时候 她就手脚 活动 运动 运动 对不对运动 可是她每天早上都有 骑脚车上班 反正就是 反正运动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我们是要那个30 就是持续性的30到35分钟 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她晚上 那我们晚上的时候试试看 晚上不要吃一些 比较寒凉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晚上可能肉类多吃一点点 深绿色蔬菜多吃一点点 可是比如说我们白饭换成糙米饭 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形 我们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先从饮食做起来做调整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我觉得再来从中药或是什么来改变 我觉得会比较快 而且是治本这样子 OK好 这是回答洪小姐的问题 来接下一位是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你好 斯文你好 你好 陈小姐你好 请问一下我是肿瘤的开刀病人 那我能不能吃韩国红参 肿瘤那您现在肿瘤的情形呢 是恶性肿瘤吗 没有没有 介于恶性跟良性之间 是就是说您现在肿瘤已经没了嘛 就开掉了对 就开掉了嘛 那回去追踪应该一切正常嘛 对 MRI是正常 对可是现在问题就是说 你会觉得很疲劳疲惫嘛 是不会 可是现在觉得有点胃胀胀的那种感觉 对啊 那其实 对啊 其实那个韩国红参对你这样子的情形 也没有帮助啊 对 那韩国红参可能是对比如说 我身体很虚弱 因为我听您的声音应该是 还是算有元气这样子 我觉得我建议您 你如果胃如果比较容易胀气啊或什么啊 那个我觉得可以从食物做改变这样子 可能会比吃人参对你的帮助还要大 那食物怎么改变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多吃一些 呃 酱所谓的发炎的食物 酱发炎食物 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 好 像这种东西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所谓再制品 再制品的意思就是所有的那个 那个饮料啊 零食啊 饼干啊 这些都不能吃这样子 哎 我之前看到一则新闻说其实影响台湾人啊 呃 饮食上面啊最大的问题啊 其实第一是含糖饮料 含糖食物 嗯 因为呢其实有很多糖是隐藏性的 你其实不知道他浇了很多的糖 而且 但是无形当中摄取过多的糖类了 呃 而且我们现在都有看到我真实面目 我这样讲我出去做 怎样 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 哦 没有啊 因为我们那个所谓的手摇杯 他一压下去那热风下去 全部都是塑化剂 塑化剂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环境荷尔蒙 那个东西其实是非常毒的 嗯 你是说那个压膜 压膜 压膜 嗯 好 我们要回答一下 哈哈哈哈 我很怕等一下被他来抗议啊 可是这真的啦 那如果你可以发明不要这种东西 那不是很好吗 造福人类 哎 有网友说真的有百育苦瓜 在高雄的山林啦 哎 我知道 哦 真的哦 哈哈哈哈 请问有什么样的食物可以有助于提神醒脑呢 提神 我也很需要 而且我最近很容易记忆断片呢 对 就其实你要看你的食物啦 嗯 我觉得如果说你可能再制品吃太多 嗯 嗯 再制品的话其实包含很多Q弹的面也算再制品 哦 所以我应该是黑糖珍珠喝太多 你刚刚不是讲说不可以吃这些东西 哈哈哈哈 我是真的都不买饮料 我是真正的 我真的都不买饮料 那你所以你只喝水而已是不是 我喝水 嗯 哦 对 而且一定要提醒大家在冬天的时候 其实也需要多多的补充水分 对 因为我其实我觉得饮料其实 就就是那个 其实我有 哎 我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就是我有曾经参加 参观过饮料工厂 那饮料工厂没有卖 就饮料工厂里面 是没有 净那些原料 这样你听懂吗 好 讲完了 可能不是每一家啦 可能不是每一家 那一家也倒了 那一家也倒了 还好 哈哈哈哈 很老牌的工厂 你意思是说 他可能卖红茶 但是他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红茶的原料就对了 就水果 主要是水果 水果 我们就是在制品不要吃太多 第二个呢 我们其实呢 可以就是多吃一些 比如说类似像 以中医来讲的话 其实坚果类是可以提升心的 坚果类的东西 好 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呢 最近的天气呢 真的是 这两天天气都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呢 天气一定会慢慢的越来越有所变化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像刚刚呢 中医师所讲的 羊肉可以吃 然后呢 葱姜蒜请留在白天的时候再吃 然后这样的季节适合早睡晚起 还有呢 请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羊肉是好的 猪肉也不错 鸡肉也不错 唯独扫了我最爱的牛肉 其实有些红肉真的会让身体发炎 还有请记得一定要多喝水 然后呢 食物尽量吃原型的食物 少吃含糖精致类的饮料 还有少喝 少喝手摇杯 好不要吃 非常的谢谢张胶培医师 谢谢 我是 跟大家说拜拜了 谢谢大家今天的指教 你们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感谢大家 谢谢 拜拜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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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